今天的聊國際呢 我們來看看關心大家的荷包話題 你有沒有覺得手上的錢越來越小了呢 其實現在全台灣進入到一個M型化社會 越來越明顯的一個態勢 尤其貧富差距創下了10年新高 主記長就說政府的確有責任 而且責任蠻大的 我們從數據上要帶來看到的是 包括是所得的差距越來越擴大 還有大家拿到的薪水佔GDP的比重 是跟著下滑 而且下滑的幅度其實蠻明顯的 這代表說很多企業 其實在有些營收的時候 這些營收竟然是沒有回饋到 他們的員工身上 那現在到底該怎麼辦呢 主記長朱澤民就說 如果你想要改善這種貧富不禁的情況的話 你就要必須透過社會的福利支出 社福預算增加了7.5% 但是台北商業大學的教授 他就說其實透過社福只能治標不治本 問題出在哪裡 正用在課稅 而且用這租稅的手段來縮小貧富差距 才是目前看到的最有效方法 而且其他的教授也說 其實像我們台灣社會 從一個勞力秘籍 逐漸的轉到一個知識秘籍 或是資本秘籍的社會 當中其實貧富差距擴大是必然的現象 但是如何縮小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了 再來我們來關心到日本 日本現在通膨的情況依舊是非常明顯 尤其很多日本人說日幣這麼小 他們真的是過得苦哈哈 而且要付出去的通膨成本都是明顯偏高 尤其他們的通膨率一直都是高於央行 設定的2%的標準 所以現在日本政府說 好我要發錢讓大家能這個減緩 所謂的通膨壓力 多少錢呢是5兆日元 而且透過這個納稅人跟撫養的親屬來減稅 每個人的所得稅是減低了3萬日元 而且住民稅減免了1萬日元 如果你今天是三口之家 加一加的話最多可以減稅12萬的日元 還有一些額外的補助會給低收入的家庭 每戶有7萬日元的現金 也免徵地方稅 但是大家或許很好奇 為什麼都是這種固定的這種數額 這個金額而不是在比率制呢 就是因為很多的專家認為說 如果是才比率的話 恐怕對有錢人反而是比較有利了 而這樣子的一個發錢的方式 還有政策預計在3月 明年的3月之前 就會立法通過6月份正式的實施 但是說到日本 其實這幾天有一個好看的 就是東京車展 一起來看 從迎合現代生活趨勢的個人運動工具 未來感十足的概念車 到各家新款電動車啟發 讓媒體記者擠爆現場 因為這是時隔4年 疫情爆發後首度回歸的東京車展 因此今年有500多家廠商參展 遠超過上一屆不到200家 又繼續顛覆大眾對汽車的想法 封田集團發表多款概念車 包括Lexus 品牌的電動照跑 續航里程是傳統電動車兩倍 創一次電可跑1000公里 預計2026年料產 另一家大廠馬自達 熟度曝光的全新概念車 Iconic SP 也搶進美光燈焦點 不同於其他純電概念車 這款次世代跑車採用雙轉子引擎 混合動力達到370匹馬力 提供純粹的駕駛樂趣 更讓大眾一睹未來跑車輪廓 至於本廷和Sony兩家大廠合資後 共同推出了第一款電動車Aphila 從前做一長排觸控螢幕 可以聽音樂 看電影 玩遊戲 宛如一台行走的智慧型手機 日本車商主場氣勢強大 讓在日本市場銷量極小的美國品牌 像是通用和福特 已經好幾年沒有參展 中國大陸車商來勢洶洶 BRD的純電中型SUV 已經在日本販售 最新款的高檔SUV海豹 則計畫明年春季在日本上市 以中國大陸來說 賣出的新車有三分之一都是電動車 而根據國際能源署 目前電動車在日本車市中的占比不到百分之五 而各家車上的戰場可不僅限於四輪 這台由本廷推出的個人移動裝置UNI-1 無需借助雙手只要運用身體的重量就能自由操控移動 變換行駛方向 原理是將座位相在陀螺儀上 號稱能像平常走路般順暢的移動 競爭對手Suzuki也不慌多讓 推出這台叫做MLQBA的個人移動裝置 四條機械腿各自裝了小型電動輪子 還有三段關節可以調整 即便是行駛在崎嶇的地形 騎乘者也能平穩又輕鬆的保持水平 除了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騎乘 還能替換成更舒適的座椅 又或者搭載單架 前進更崎嶇的地形救災 同時為商者提高舒適度 為期十一天 沿用多年的東京車展名稱 將改為東京移動展 宣告日本也準備好迎接電動車時代到來 TVBS新聞新聞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